大家好,我是戴影响的话筒,拿了下篇篇 你一定见过这段视频 但你知道它来源于哪里吗? 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诶?今天你就见到了? 没错,就是赌侠 话说刘振伟和袁奎拍完赌胜之后 一局打破了相恶电影的票房记录 见的情景,王晶反手又抄了回去 这在他集结了周星驰与刘德华 将赌胜与赌神两个世界并贵 推出了全新的赌侠 递绕了一个赌篇宇宙 在赌神的结尾 高近带陈小刀去了拉斯维加斯 将自己酒冲的本事交给了小刀 而中绩技能变三 刀仔始终不能熟练掌握 小刀出事后 师父就推进到南美过小日子 由徒弟代替他满世界做慈善 此时的刀仔 说着和师父一样的大奔头 嚼着巧克力 在龙武的陪伴下 来到美国金星山的一场慈善赌局 正在刀仔带尸发言的时候 现场一个爆发户出来挑衅 创造了那个名场面 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今天你就见到了 如果真有本事呢 露两手让我带来问瞧瞧 创造户叫嚣 大小刀在一局之内 赢了他一百万 现在的条件是 一注只能压十万 刀仔在应战 这在他们玩的是二十一点 玩家要通过接牌 让自己牌面加起来 接近但不超过二十一 只要不超过二十一点 玩家就可以一直要牌 也可以随之停牌 其中 A能算一点 也能算十一点 另外 10 勾 圈 K 都记了十点 创造户户拿来了四副普克 小刀都一闲家切了牌 发白后 拿到两张A 按照规则 拿到一队 可以拆成两柱牌 而A可大可小的特性 一让对A成为了 最适合拆牌的组合 拆完后 每一柱需要再补一张牌 巧了 又补了两张A 鱼的刀仔继续拆牌补牌 直到四副牌 十六张A 全部发到了他的手里 总共拆了十六柱 十六柱补牌之后 小刀每一柱的总点数都不高 但他还是停牌了 轮到庄家爆发户 他直接翻出了十二点 而庄家只有到十七点以上 才能停牌 所以他再拿一张 22点爆掉了 其实不难理解 所有的A和小牌 都被刀仔拿得差不多了 上下的牌 出大牌的概率非常高 按一注十万来算 刀仔只一把 就赢了160万 师父号称赌神 现在又有这位高徒 带他寻回世界 为慈善事业出力 你可以称为赌侠 话说在赌胜的事业线里 阿星在赢得 世界赌王大赛以后 并没有和启梦走到一起 也没有发家致富 走上人生巅峰 在这里 王精完全将赌胜的故事 嫁接过来 但由于特异功能 实在是太bug了 所以王胖子 补充了一个基础设定 特异功能赌来的钱 只能做善事 不能自己花 否则就会遭报应 所以阿星和三叔的生活 并没有根本改变 三叔想出了个好主意 既然用特异功能赚来的钱 不能花 那学赌书挣来的 不就能花了吗 反正对于三叔来说 上班是不可能上班的 有了捷径 肯定想不劳而获 不如你正正当当去学赌书 到时候呢 迎进天下的黄金美女 洋房汽车 九七之后那些大佬走了 我就变成王永庆了 好好好啊 三叔的话里 有两处值得玩味 一路是那句 九七之后那些大佬走了 彼时谁都知道 九七年香港要回归 耶稣也挡不住 所以大家觉得 黄老爷们会提前跑路 而王永庆和蔡万林 都是台湾省商人 二人年轻时 都有过艰苦打拼的日子 但叔叔光羡慕 人家有钱 确实想走捷径 彼时彼刻 恰如此时此刻 说给众传 想学赌书拿加墙 墙上挂着的油画 告诉我们 当然是赌神高进 听说赌神的徒弟 来香港了 所以参数提议 拍一段拜日视频 借给赌侠 让他帮忙 发给高进 不过普通的无聊个不行 因为想拜赌神为师的 喊了去了 想要成功 就得拨眼球 这个世界上 居然还有人自称是赌神 这分明是冲着我来的 我就是赌圣 你赌牌还要戴隐形 一晶体眼镜 我才懒得鸟你的 我直接给看穿牌 这叫做特异功能 这就有张S 只要我轻轻的一炉 就立刻变成一张 正落的S 这蛋糕的场面 还有一个小滑点 那就是流水的星爷 铁打的碗 这种激功碗 出现在了星爷的各种电影中 简直成了吉祥物 录像进给了赌侠 刀带见到这个视频 收了句骂得之转 就没再管 此时的刀带和龙武 被上张红刺 安排在一个别墅 这个别墅就是赌神中 那个遛狗的印度人住的 而且此人 其实并不是印度人 而是个科威特人 在打伊拉克打科威特 那人破产了 别墅也被上山买了下来 惨到杜织在了山下 小段的旧屋里 也算是双向奔赴了 江安渡神的时候 我科普过 为什么香港有这么多的南亚人 是因为英国管理层人数不够 就从自己的其他殖民地调 有一位网友评论说 干嘛原因其实是 英国故意想制造民族矛盾 让下面的人类斗 以巩固其职位统治 因为在香港生活的都是华人 不像印度那样 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种族和宗教矛盾 存在就只能从南亚调人了 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 也感谢这位网友的补充 说给正传 对于刀仔来说 能够一锦还乡 三十一锦风发 唯一遗憾的是 当年的女友阿珍已经嫁人了 大概是爱上阿强了吧 就在刀仔感慨的时候 三叔和阿星闯入别墅 要认师兄 阿星提出赌一局 如果他赢 就要刀仔带来败事 二人各抽一张牌比大小 一个靠特异功能 一个靠技术 双方都抽走了 最大的A 接着阿星开始抽牌 开牌了 你今天运气不太好啊 是吗 就算你运气好 也未必能赢我 是赢不了你 很难哦 你的牌在我这儿 输了之后 阿星还不肯走 正好龙武回到别墅 在香港的友好轿楼下 成功劝退输出二人 龙武带回来的 还有他的妹妹 陈法荣饰演的龙九 他是香港政治部的高级督察 属于冰山美人的一卦 倒在对他一见钟情 哎 心疼阿珍 他说 向阿强本人的兄弟姐妹 确实不少 就和他的父亲向前 有四方太太 一共生下了九子四女 向阿强才和老十 而和他一起 创立永生的向华盛 则是老妖 被赶走的阿星和三叔 仍不死心 在夜间 折返别墅 用特异功能 悄悄抖乱 再次被龙武察觉 并且驱逐 这场戏 主要以搞笑为主 伯伯也补充了一个设定 就是特异功能里有一招 可以让人产生幻觉 这招在后面的剧情里 也会发挥重要作用 为了表达拜师的决心 阿星决议 跪刺在别墅前 坚定不渝 摸一下鱼可以吗 我很累啊 八个两朵各表一致 当年被高进 送进监狱的赌摩陈京城 此时还在大牢 他的刚儿子海珊 一直在外奔走 为了报复赌神 海珊决定朝赌侠下手 顺带搞臭赌神 在别墅里 因为龙九出任务去了 只有倒带和龙武 以及跪着的阿星和三叔 这是海珊派出的枪手 闯进别墅 次人匆忙迎战 这里有一个点很搞笑 永之边的玻璃桌子 是防弹的 但别墅的窗户 却不防弹 机站中 大家分头突围 到后跑出去 骑了摩托 想冲到山下 海珊寿梁饰演的猎豹 直接引爆了 公路上的油管车 从火里撞出来的龙武 被活捉 另一边 倒带的阿星与三叔 回到了山下的祖屋 安定下来的小刀 打了一圈电话 确定龙武失踪了 唯一知道 赌侠身份的 上山红刺也被杀了 你可能会说 影片开头 小刀不是已经 以赌鸭的身份 公开亮相过了吗 注意 当时那场戏 发生的地点是在旧金山 而且很可能 小刀也学师傅低调 没有留下照片 为了找人 阿星使了一招天眼通 阿星看到龙武 被抬进一个 叫梦罗的酒吧 家人赶到酒吧 因为反派们认识小刀 所以只能由阿星和三叔 继续查证 他们在酒吧里 见到了一个和启梦 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可不就是一个人吗 牛神的男主 贴打的张敏 而且他的角色都不一样 这里张敏扮演的 并不是启梦 而叫梦罗 此女口味独特 居然喜欢和三叔 这种老男人约会 叔之俩为了梦罗 争风吃醋 把龙武的事 忘了个干净 接下来 三叔想要阿星 把特异功能 分给他一些 出去约会用 阿星原本不同意 但他在三叔 离家出走的威胁下 他还是答应了 在传过的同时 阿星特别介绍了 特异功能的使用实相 特异功能有三大禁忌 第一 不能用来赚钱玩乐 第二 不能兼淫妇女 那男人呢 男人可以 我不会 第三 没散功之前 不能说脏话 禁忌一犯 功力尽失 因为你的功力 是由我传授给你 所以如果你破戒的话 就连我也会丧失功力 你放心了 我只要拉风一下 就把功力全部还给你 这样的嘱咐 相当于明哲高的观众 三叔之后 是肯定会犯戒的 果然三叔带着特异功能 来到梦罗家 被梦罗一忽悠 就用特异功能 赌几钱来 另一边 刀仔在报纸上 看到消息 知道有人假扮赌侠 打了赌神的名义 组织像个富豪 去公海赌国 明天会在游船上 召开记者发布会 刀仔明白 这是幕后黑手 想要借赌神的名声 初前把富豪们的钱 空一圈 不但能狠赚一笔 也能搞臭赌神的名声 阿新建议 明天他们俩 以正宗赌侠 赌神的身份 去记者会 既然是露两手真本事 总不能理魁 打不个厉鬼吧 现在当务之急 是搞了赌字 深时候再去照顾一下 九哥的生意了 没错 刀仔又带阿新 来到了大九开的地下赌场 玩到关键时刻 阿新感觉有点不对劲 原来三叔在孟罗家 赌钱赢了不少 激动之下 他赢来的钱 打赏给了孟罗 还说了句拿去花 这就算破了戒了 导致阿新受到反噬 结果就是阿新 搓牌 只能搓半张 关键时刻 还是刀仔想了个办法 我再瞇一下 他再瞇一瞇 好 我跟 跟什么跟啊 你比我还大 你厉害 我不跟了 对嘛 大家投降各输一半 干不干的 一半 一半 阿新感觉 自己的特异功能消失了 第二天的记者会 就只能靠刀仔 与的同时 在孟罗家里 三叔也被海珊控制了 原来这都是他部的局 他不是要对付赌侠 连赌胜也一块算计了 为此 他还从大陆 前了一位特异功能高手助阵 得知了特异功能的禁忌 所以就要挟孟罗 设下这场局 为了就是让赌胜破功 第二天的记者在他会上 赌侠赌胜 连美道场 表明海珊是假的 空口无凭 小道表示 自己有高进的联系方式 和一手赌计为证 接下来 盗仔进入船舱 与海珊赌了一把 可但没想到 现在的全是监控设备 盗仔的底牌都被看光了 盗仔赌侠 放了大车 输了金光 小时候只觉得 这个分析软件好酷 后来细想 玩家正常看牌 只漏这么一点点 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啥牌 如果全漏出来 那也用不着软件分析了吧 说完钱之后 盗仔另一个 这名身份的鹿 也被海珊堵死了 尽管打通了师父的电话 但看到甲板上 龙五和三叔被枪指着 他也只能挂掉还认怂 回到家里 二人十分沮丧 在雨中反思自己 赌舱和赌侠 现在是和放一群一无所有 一没有特异功能 二没有对付电子设备的方法 三没有赌本 只能眼睁地看着海珊得逞 自个儿默默难受 演剧里有个术语叫《灵魂黑夜》 大部分电影都会有这么一场戏 主人公遭了挫折 失去了所有的希望 正好因为一些机缘 或者某个角色的鼓励 从而战胜挫折 东山带起 也算是故事片里的 常见乔战了 你们两个是不是男人 你说什么 现在我们柯维特人 连国家都没有了 我都不害怕 你看你想什么 明天我就回柯维特 只跟海上拼命 我早说过 你这个小王八蛋 没有种 你们两个真是我呢 这几句话 点燃了二人 心中的一团火 如今局势 其实一目了然 就像这鬼子打过来了 我们无论手上有多少牌 都得去硬碰硬 根本没有别的选择 讲通这个道理 二人觉得明天 再去堵船和海山硬钢 科维特人的这段话 蛮有意思 在1996年8月 当时的伊拉克 入侵科维特 次年 美国为首的多个部队 出门伊拉克 打下了著名的海湾战争 据说这场战争 也对咱们产生了 恒大的影响 当时的伊拉克总统 大家也熟悉 叫萨达姆胡塞因 一个被别的国家 判刑缴死的总统 而变成的反派海山 原本就是胡塞因 只是在国语版 被以为海山 这个名字 应该就是在影射萨达姆 每个能在地球 活下来的民族 都有勇于牺牲的战士 这里也是借科维特这件事 来应衬 小刀好阿星 只有像战士那样 经历了翠烈 才能成长 次日清晨 刀带在出发前 打运了阿星 他觉得死去 凶多极少 阿星失去了特异功能 没必要跟自己去送死 当阿星醒来时 刚好龙九也回来了 他收到国际刑警的通知 世界之变的老千 最近都来了香港 龙九猜到这伙人 是来对付赌侠的 可以赶回来帮忙 二人便结伴 赶往游船 此时小刀已经来到了 船上的赌场 进门时 遇到保安的阻拦 进阻场后 小刀收到海山的嘲弄 这里机关重重 海山独队他来了 也是送钱 还说一会儿有 终极不可大费 有本事你就来 只不过路场券 要三百万美金 挂责成港币 赚两千多万 那倒带有多少呢 没钱 所以他在海山 借了十块钱 他要在短时间内 从十块赢到两千多万 而海山也是大气 也借你二十 接下来就是 赌侠大展拳脚 玩骰子时 再买进了一手的 最后一刻下注 玩二十一点 把牙下藏在牌上 骗过了监控系统 就这么一点点的 把手上的宠马翻倍 此时阿星和龙九 也混上了船 分头去找三叔和龙五 阿星不打勿撞 找到了另一个苦主 孟罗 孟罗因为亲海山 两百多万 被迫加入了 海山的尖身跳组织 让阿星破功 但事成之后 海山并没有对应承诺 免出欠款 反而要他 到赌桩上赔税 但海山光顺的 阿星的心上人 和孟罗长得一样 却还不知道 心上人 还有蓝buff的功效 是不是这样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照得住 连接阿星的力量 满脸穿越的阿星 恢复了功力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在赌桩上 和刀带会合 门口的一定要我打领带 阿星扫了一眼 桌上的人 与一个独眼龙对视 虽然左眼 乍一看白内障 可却跟写了眼似的 把阿星带入到幻觉之中 从小江湖的世界回来后 阿星知道 碰上硬茬了 这个对手就是来服 啊不是 这里才有大军 是海山从大陆请来的 特异功能高手 而阿星此时 已经恢复功力 也不太怕的 他先用特异功能 破坏了出现的机关 然后和大军各自发攻 改变闪子的点数 最后叫起劲 连闪周都摇晃起来 现在的最终的 波克大赛 只剩五分钟 而刀载的筹码 才三百万 有大军在这里纠缠 他们绝不可能 在五分钟内 赢到两千多万 于是阿星和小刀 将筹码兜住 在各个赌桌上 不停地换来换去 大军也跟着疲于奔命 最终 大军被阿星 赢到了二楼 可实际上 阿星洞里藏着的 准是几包烟 战刃的筹码 已经被刀载 翻到了一千三百万 大军想要去阻止 一回头 反倒中了阿星的幻术 陷入了老毛子 和龚丽主演的 古今大战 其武情 此时刀仔 正在脖最后一把 但情况有些不妙 他的牌 没有对手大 这时候翻车 前空进气 如果要赢 只能试一试自己 还不顺利的绝技 变三 慈善不过王大赛 正式开始 此时的三叔 已经被龙九救出 和蒙乐一起 来到现场 比赛开始前 阿星直接发动 电磁脉冲型特异功能 破坏了现场的 进入设备 海上没了监控 还有大军可用 他把其他人的底牌 看了个遍 但是刀仔直接把底牌 藏在手心 让大军看不穿 没了bug 刀仔在堵桌上 大刹特杀 把其他玩家的钱 全部赢过 最后支撑下了海山和他 近年的情景 海山把大军 也拉上牌桌 而想到一把阿星 这场桌 来一场二为二 我们从上帝视角 来看这局 到第二轮发白时 大军手上 已经有三条G了 所以压上三百万 刀仔虽然明面上 不如大军 但是也丝毫不慌 发到第四张时 海山的牌面最大 但他选择 让大军下注 而大军直接 忙了七百万 将手上的钱 全部收哈 此时大军的视角中 自己仍然是 最有优势的一个 他和刀仔虽然都是三条 但他点数 要比刀仔大 三条的牌型 既可拨四条 也能拼三代二 也就是葫芦 海山现在是两队 再来一张 顶多也就是葫芦 至于阿星 AK和23 天上一角 地下一角 成不了顺了 顶多久的黑套童话 第五张牌发出后 大家都中牌了 此时牌面大小 依次为 刀仔的四条五 海山的3A 带俩K 大葫芦 大军的3G 带俩9 小葫芦 最后 则是阿星的童话 不过 在没有先该底牌之前 一切都没有定论 因为还有特异功能 最后时刻 大军开始搓牌 见的情景 阿星也开始搓 刀仔引译 感觉到了什么 遇到他向海山挑衅 将两人手中 鱼限的两千万 以柄上 好 就给你赌这吧 两千万 好了就开牌 三条五怎么赢我 就算你安恋我 也不用在这么多人 面前亮出来吧 底牌翻开后 可以看出 海山和刀仔的牌 都被变了 刀仔原本的四条 变成了三条 立马小了很多 而海山一张牌 直接作废 只能赛两队 还不如三条 两人退出决赛圈 最后大军亮出底牌 依旧是葫芦 现在就看阿星的牌了 铜花打不打得过 佛罗浩子 铜花打得过 佛罗浩子 那除非你老爸 变成了兔子 如果铜花 再加上顺子 打不打得过 阿星的底牌 变成了黑桃五 恰好是 从一到五的顺子 而且都是黑桃 正是一幅 铜花顺 一跃成为 全场最大 原来刀仔知道大军 会换走他的底牌 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底牌 黑桃五 和阿星的底牌 黑桃K 互换了 也就是说 大军上盘那张黑桃K 变成了方片 虽然小刀因此 措施四条 但也可以让阿星 变成统花顺 大军是白毛和的一场 气得他 还没散弓 就飙脏化 当场破弓 失去了特异功能 事情到了这一步 海山也不装了 反正这会儿 船营造了公海 直接清掌杀人就行了 间反派 枪夺势众 阿星也使用了 特异功能 怕神的观众 先先闭眼 此时龙武和龙九 帅气出场 战斗一团 好了 可以睁眼了 没被吓到的观众 但不成打一把好心人吧 龙九救出龙武后 杀了赌场来 这回他个猎豹 再一次一为一 找回了场子 阿星拿着马桶揣的 当双戒棍 致敬丽小龙的一段 也是名场面 另一边 盗带和龙九互相配合 解决了杂兵 还刷了波好感度 一番激战后 反派全军覆没 海战亿下跪 向船客说清了原委 等船靠岸 他也得进监狱陪干爹 事件结束不久后 盗带和阿星 搁的带着女伴 在香港会面 小道提出了一个想法 既然阿星用特异功能 赌来的钱不能花 而小道赌来的钱 95%都得用来做慈善 那把钱洗一下不就好了 对啊 那你以后用特异功能 你以后来的钱全输给我就行了 哦 我明白了 我把钱全输给你 你就很有钱 我就有够穷了 你再用你的钱来救济我 完全答对了 你的钱就是我的钱 你的钱就是我的钱 哎呀 发财了 谁说的 必肥 师父 赌价是一部很标准的 王精式商业电影 虚实结构上 是最简单的正邪对立 正义一方 从高处跌入低谷 接力挫折后 找回自我 在最终大战 击败对手 虚实的角度 留着全知视角 绝对不让观众 增加了理解难度 然后也是透露扁平的 吸引观众的暴力色情元素 也一个不差 对王女来说 电影首先是商业 其次才是艺术 对香港电影来说 大体也是如此 首先我们说 赌片的成功 对于香港社会 存在的追求报复的心态 而香港电影 也做着沾点 急功近利 当年的港片 走的都是 多块好水的路线 抓住火候的商业元素 堆起一个剧本 找眼拍一两个月 就能上线 却忽略了电影 要和工业和文化 今天看香港电影的衰落 非常不是 过度商业化的 一种反噬 所以说 越是烈火朋友的时候 又要想着 落潮后该怎么办 说回到我们的反赌宣传 纵观赌片系列 最知名的这三部影片 几乎所有的关键赌局 都不是依靠什么赌计和运气 而是靠布局和算计 以及特异功能和出老签 所以普通人 凭什么觉得自己 上赌中能赢 跳不由片中说 赌出的最高境界是变三 也就是将牌换成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